近日,baby现身姆斯瓦会参加彩排,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的她,看起来非常有女人味,搭配着一头准发更是显得十分的有知性成熟的女人味。 不过,却有网友发现,视频中的baby脸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,照片中baby的脸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协调,她的脸型一边看起来有点胖,另一边看起来有点瘦,整张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匀称。 而且她每次说话的时候,都是感觉她的嘴有点呆呆的感觉,虽然不太严重,但是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。 此前,在新的一季跑男开播时,baby还因为自己的眼睛太大撞脸谋品牌logo而上了热搜。 新的一季跑男已经开播一段时间了,但是对于成员的问题也是被受争议,因为换员的人数太多了,总是会让网友觉得收视率绝对会下降。 可是,看到baby的再次出现,最让人注意的,就是她那双黑黑的眼睛,因为眼睛看起来比之前大了很多。 一忙都说羊颖在拍戏的似乎瞪眼睛才让人觉得非常的大,可是看到参加节目当中的羊颖,就算是不瞪眼睛,也让人感觉羊颖的眼睛是比之前大了不少。 当时也有不少网友质疑,baby是不是又正容了,毕竟以前虽然baby的眼睛也很大,只不过看到这次的baby与之前的她相比,确实是大了很多。 看到羊颖的改变,有那么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,也有的人觉得是因为妆容的问题,将她的眼睛通过化妆的方法改变不少。 事后,baby也在自己的微博晒出美照,并发文称,好好看节目,注意垃圾分类。 疑似对此事做出回应。 虽然baby的整容风波一直都没有断过,但是网友们分享出来的照片,也是根据自己不同角度拍摄的。 不少网友表示,或许也是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,让baby整个人的形象看起来非常的有落差。 虽然,现在的baby也已经三十多岁了,但是baby的颜值还是挺高的。 当了妈妈之后的她还是具有很强的少女风格,毕竟颜值是非常的高,好好地将自己的打扮,确实是非常的漂亮。 漂亮的女性总是那么容易招来她人的嫉妒。 看到baby这次的脸又被拍到很奇怪,不少网友心疼的。 三十岁本来就是女性的一个坎,感觉她是长时间没休息好,脸就崩了,还是别太拼了。 祝你的脉口